新国会今天报道 那么三党不过半 民进党失去在立法院席次过半的优势 不再完全执政 而520即将要上任的赖清德 内阁布局当然也是备受关注 传出他有意找来刚卸任的民众党立委入阁 那么民众党新任的秘书长周宇修 昨天就表示目前没有收到任何的讯息 还有接触 对于联合政府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的态度很清楚 就是要在党对党的基础来谈 好看到赖清德520只要上任了 那他承诺新内阁会跨越党派 不会全是民进党的人 但是呢在A党就炮轰啊 看看过去蔡政府的内阁 同样是无党籍的王美花 却搞出了全台大停电 那还有成绩中啊 护航莱猪弄出了缺弹的风暴 就可以发现 其实党籍根本不重要 会不会彻底来执行总统的旨意 这恐怕才是关键 新任总统520上阵 但对于未来的新内阁 赖清德划出这首美梦 院长要退出好的人才 各部会也是一样 不完全都是民进党 这指的真的是用人为财 不分党派吗 网友立刻盘点 美党籍又怎样 蔡政府阵内 小英爱将经济部长 王美花美党籍 但却搞出全台大停电 还把台积电送到美国 而无党籍的前农业部长 陈吉仲不但帮小英负航来出 还搞出缺弹风暴 更别说法务部长蔡清祥 看似无党籍但却执行小英的费死旨意 拖延执行死刑超中心 各党点出用人为财 全是假 重点根本不是在有没有党籍 而是他是不是皇帝爱将 所有的部位首长都蔡英文在派用的 不是小英的男孩 就小英的女孩 不然是小英的姐妹 糟糕了一件事情 没有党籍的民进党人 小英的人 现在蔡英文的时代里面 就是太多大太监小太监 愿意去当部长 都是一些不合格的人 明嘴说不管有没有党籍 未来都得是赖清德的人 而且从过去来看 无党籍人做事更狠更拼 因为要这样表忠诚 千万别以为会有用人为财的美梦 因为即使是人才 如果没有入党 没有成为派系真骂或皇帝真骂 小英是这种下场 蔡政府是不是真的能够用人为财 恐怕得看赖清德外的政绩才能见真章 而时事评论员黄明就批评说 赖清德的这句话根本就是废话 因为过去历任内阁 就连蒋经国时期 也都有任用无党籍阁员 更何况像现在陈建仁内阁 包括经济部长王美花 交通部长王国才 虽然他们都是无党籍 但是对于民进党党义的忠诚度 不会输给其他民进党籍的官员 赖清德讲这句话废话 真的啊 过去我国历史上 即便是 李登辉那个时代 甚至蒋经国时代 内阁团队都有无党籍的 当然是马英九也是 都不会全部是一个政党 不可能啦 陈建仁现在的内阁团队 那个有民进党党籍的也不过 不到一半啊 也不到一半啊 对不对 那你知道像 有一个人还注销党籍 对那个叫李靖勇 李靖勇他当中选会主委 不可以有政党 对对对对 那你说像那个那个 王美花对 公民兴 这些人 蔡清祥王国财张景森 对你会觉得他们 有没有党籍有差吗 他们虽然是无党籍 但是比如说王国财 很多人都说他就是新潮流 对他长期在民进党 而且新潮流的市政府做官 一路做到中央 对那人家就会说 他是新潮流爱用的人 对那可是他没有 他无党籍啊 他没有政党啊 但是他在做事情 是不是都听党的话 所以这个跟党有没有党籍没有关系 如果他的这个所谓的联合 那个什么什么 他的联合政府 说什么民主大联盟 对对对对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他找的是苗伯雅 找的是这个唐凤 你听到名字 这个资料都掉下来了 就如果说这对啊 这些都不是民进党的啊 但是高家 高家也是民进党 都还是他们自己人 如果他还是找他自己人 那走不出同温层 这样的那个未来的内阁团队 是没有办法让人民有期待的 大陆民航局日前宣布 从今天开始取消M503航线飞行偏制 等同否认了台湾海峡中线的象征异议 恐怕也加大我空房的压力 那么就在陆方宣布的隔天 国军就征获了22架次的共击扰台 其中有半数是逾越了海峡中线 军方表示 情研单位呢 会来研判中共举动的背后意图 好看到呢 大陆民航局片面来改变航线 那民进党政府是严正的抗议 专家认为航线的更改未来恐怕压缩 我空房 宗生以及预警的时间 蓝银就呼吁了两岸交流是在必行 如果只是对着干那只会升高冲突 大陆民航局无预警片面宣布 2月开始M503由北向南飞行航路 不再向西偏制 2015年当时对岸启动M503航路时 距离海峡中线最近只有7.8公里 经过与我方协调才将航路往西退六海里 同时暂缓由西向东的衔接线 如今宣布不再向西偏制 还要恢复启用W122-123西向东的航线 恐怕未来大陆飞机将紧黏海峡中线 北京应该立即停止这种迫害性的举动 如果它直接在M503上面可能会偏东 会跟我们的民航还有经济会有冲突 我外交部也呼吁陆方因立即与我协商 而M503与西向东衔接航路 若真的恢复对台湾到底有什么影响 它的军用运输机都有可以挂民航的编号 可以尾帽 欺敌策略这是常用的 将来可能就在我们台湾的外海 实施海空联训 那我们待命的空群的建额 或者是地勤的这些人员 都会产生非常大的压力跟疲惫 但也有人分析M03是为了舒缓空中交通 当初往西偏是大陆刻意让利 否则直接西向东飞 对大陆才是真正便利 西向东的这几条线 那以后两岸往来会省很多油钱 还省很多时间 以前我们现在绕一大圈 有时候气死了 现在这样子反而会更好一点 若真是这样 这时候突然航线改变是为了什么 更有人说民进党要裴洛西来访后 海峡中线就早已消失 大陆现在动作未必是刻意挑衅 而是公事公办 既然民进党没有释出任何的善意 反而一直不断的踩这个红线 他们也没有必要刻意的 在政治上做出这些离让 回到这个M503航线呢 纯粹是为了航空的安全跟便利 来考量他们片面的让利 这是今生二十千就到了 既然类型的商人已成定局 未来新政府就该思考 如何在两岸和平稳定情况下 别再继续对抗 开放交流才能创造两岸经济 与人民都双赢 和平保台的策略又是什么 另外前大使借文集认为 此举军事意义不大 彰显不跟台湾协商的政治效果 是比较大的 同时有学者王信贤就说 大陆高层透过各部委 来对台进行施压 那这一次M503航线的事件也是如此 希望赖清德520就职演说 可以朝向北京希望的方向来发展 同时看到实力朋友谢寒冰的分析 他认为中共的军机早就每天就在更近的距离绕来绕去 那现在多一个M503航线的更改 又有什么太大差别呢 他认为台湾方面大动作的对大陆喊话 根本只是政治操作无聊透顶 我们海峡中线距离我们多远 最近的地方是三十六海里 对 然后M503又距离海峡中线大概四点二海里 所以就是距离我们四十海里左右 听起来很近对不对 你知道老共现在每天在我们附近 多近的距离打转吗 二十四海里 所以那个M503航线有什么差 人家根本已经在更近的地方了 对 军机更近平常去不远 所以这有什么好吵的 然后我们他的钥匙说万一迷航机飞过来 怎么不是啊 你军机每天都在飞 他的军机在更近 他的军机只要几秒钟 就可以直接飞到台湾上空 对 所以你到底在讲什么 而且人家MISO也会飞过来 是啊 所以我觉得炒这个根本就是无聊透顶 就是单纯政治操作而已 然后去跟人家抗议 抗议是有用的 你们跟老共抗议哪一次成功过 告诉我 严正抗议 对啊 你不要严正抗议 你很机车的抗议好了 请问一下 那会成功吗 所以讲这个都是废话 没有意义 对啊 就是看你没有人可以来跟我沟通 我摆明就是 你没有人要来跟我沟通啊 那我就这么硬干了 本来就 现在两岸之间已经不会沟通了 基本上就是这样 未来四年都不会再沟通 基本上不会啊 不要打起来就不错 还想沟通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各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感谢观看 i know you can go to the channel